终于在一众女排球迷的不舍中 2021年至2022年新赛季 女排联赛的比赛彻底落幕了 虽然冠军依旧是前两年连贯的的天津女排 但八强比赛里依旧有不少青春球员十分有看点 而比赛结束后 各个榜单排名也公布 最让大家意外的 则是今年的得分榜单 外援瓦尔加斯当之无愧的 以301高居第一 但让球迷们惊讶的是 紧随其后的竟然是福建女排的复工正义星 作为一名复工选手 她以276的高得分 居于得分榜第二 同时也帮助福建女排进入了联赛前六 可以说是十分的辛苦了 今年福建女排还真是让人惊喜 尤其是郑一新和庄宇山 更是一路带着球队 拿到了久违的第六名 郑一新这位全能复工的再次爆发 让很多球迷爱上了这位能力强悍 颜值也高的小姐姐 而联赛之后 小姐姐还十分贴心的发起了球迷的抽奖活动 庆祝难得的好成绩 自己更是和朋友一起出去休闲放松 和朋友一起出去游玩吃饭 换上了浅黄色的连衣裙 但装出镜十分的优雅 网友们纷纷表示爱了爱了 人美求好 不愧是小清新 今年的郑一新 真是无愧全面复工这个称号 作为复工 不仅仅得分高居榜二 而且还承接了球队 很大一部分的遗传压力 再加上各种串联的流畅 偶尔还来个被飞 而就目前来看他 绝对可以进入今年的国家队集训里 来和王源源高义等人 去竞争女排复工新主力 目前还不知道最后的人选 但大家都有希望 到时候估计会异常的精彩 而小编本人是很看好正义心的 除了身高短板之外几乎没有毛病 本人更是十分坚韧 将福建女排爱拼才会赢的精神 发挥了实诚实 防守硬 精神也不错 再加上多年的球伤一直在线 已经可以预见 如果不是伤病的话 这位小姐姐一定会冉冉生气 希望小姐姐可以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等着你在国家队的再次爆发 付详 1 あれ 询